大家好,我是小编,记得点击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 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喝咖啡 因为喝咖啡可以帮助我们提神 让我们更加有精神的应付每一天的到来 但是你是否知道,喝咖啡对我们的胃部是有影响的 如果偶尔喝一次咖啡,对胃的消化功能是有促进的作用 是好的影响 但是,如果长期喝咖啡,或者经常空腹喝咖啡 这就会给我们的胃部带来不利的影响了 我们来了解一下,喝咖啡对我们的胃部有什么影响呢 偶尔喝咖啡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因为喝咖啡可以促进胃酸分泌增加食欲 促进肠胃蠕动,帮助肠胃消化 这主要是因为肠胃中的咖啡因和茶碱和刺激肠胃胃酸分泌 所以能够促进食物消化也有通便的功效 然而,如果你是经常用咖啡,则会损伤肠胃 经常喝咖啡对肠胃可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特别是那些喜欢在早上空腹喝咖啡的朋友们来说 会更加容易诱发肠胃炎,慢性胃炎等疾病 这主要是因为咖啡能够刺激胃酸分泌 经常空腹喝,就会过度的刺激肠胃胃酸分泌 一腐蚀胃黏膜,引起腹泻胃痛等肠胃不适 严重还会诱发肠胃疾病呢 那么喝完咖啡后胃不舒服怎么办呢 不少人因为早上空着肚子喝咖啡 而工作的时候胃部经常有隐隐作痛的感觉 还会让人产生心悸 医生说咖啡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好处 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适时适量 这样才可以获得很多的益处 专家介绍咖啡会刺激胃酸分泌 所以即便是在不空腹状况下饮用 也会对胃有刺激性 有胃溃疡的人一定要更加注意 但是同时的少量的咖啡又有稳定精神的作用 大量的具有提神的作用 此外由于咖啡属于无热量的饮品 所以正常饮食下来饮用咖啡 还可以达到健康减肥的效果 那么在中医里则认为喝咖啡容易使胃气受伤 中医讲胃主受纳 人的胃是接受食物的部位 空腹饮用原本就有刺激性的咖啡 很容易引起胃气受伤 从而影响胃功能的消化和吸收 肝病患者消化系统及病患者 孕妇、孩子等人群 适不适合饮用咖啡的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推荐大家最好不要空腹饮用咖啡 适当的食用一些面包搭配 一天一二至三杯咖啡最为食量 可以稳定工作中紧张的情绪 喝咖啡的时候不管是冷热都应该喝一些百开水 这样做除了可以去除口腔异味 由于咖啡有利尿功能多喝水可以提高排尿量保护肾功能 同时又不用担心喝咖啡会上火的情况 最后小编还要提醒大家孕妇高血压 患性病患者、肠胃疾病患者、皮肤病患者、过度劳累、失眠患者、缺钙患者都不易饮用咖啡 否则会对身体带来不利的影响 就如小编所说的千万不要空腹喝咖啡 很容易刺激肠胃 睡前也不易喝咖啡 因为它会引起机体兴奋导致失眠 餐后不要直接喝咖啡 因为咖啡的消化功效会引起虚假的饥饿感 可能会导致食量的增加 可以在饭后半小时至一小时后才饮用 咖啡不建议长期大量饮用 特别是通过咖啡来提神的上班主们 不仅会损伤肠胃 还会对咖啡提神的效果产生一定的依赖性 因此一定要适当的用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不要点击订阅和按赞哦 我们明晚见